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下午在全国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电视电话会议结束之后 我是迅速召开会议进行传达贯彻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所书记 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上的重要讲话精神 全面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重要要求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以实干实际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落地见效 市委书记温战彬主持会议并讲话 市委副书记市长曾锋宝 市委副书记秘书长赖小卫出席会议 温战彬强调 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坚定不移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 坚定不移落实外防输入内防反弹总策略 坚定不移贯彻动态清零总方针 守土有责守土尽责 集中力量打好重点区域疫情歼灭战 要深入解读 坚决落实中央对进一步优化防控工作的二十条措施 准确保握政策要义 实时动态调整措施 突出正面激励和导向作用 要全力做好人民群众生产生活服务保障 确保生活物资供应不出纰漏满足需求 保障看病就医等基本民生服务 切实解决民生问题 要加强教育宣传引导 传递抗疫正能量 全面凝聚社会共识 让各级领导干部广大市民群众 提升大局意识 守住各自阵地 做到相互理解 相互支持 自觉配合 共同营造和谐抗疫的社会氛围 要落细落实常态化防控作势 立足长远 把握关键 周密部署 做好相关风险防范应对 重点强化落地排查 货车司机管理 入境人员管控等举措 坚决守住 不发生大规模疫情的底线 要立足打大仗打硬仗 科学总结教训经验 细致谋划部署工作 切实提升疫情防控和应急处置的能力水平 在科学精准做好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下 加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坚决打好打赢疫情防控这场硬仗 市领导黄果 许洪华 田辉 蔡永明 叶贤 林瑞武 李绿岸 李昭 黄海 王雪竹 彭聪恩 蔡荣 陈列峰等参加会议 今天 市委书记温战斌赴豪江区开展调研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 关于疫情要防住 经济要稳住 发展要安全的重要要求 督导推进党的二十大精神 学习宣传贯彻 以及精神文明建设 常态化疫情防控和企业生产经营等工作 文展兵走进豪江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 参观多功能厅 图书馆 学术报告厅 文化长廊等 了解中心组织架构 服务功能 活动开展和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情况 听取豪江区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情况汇报 他指出 学习宣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 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首要政治任务 各地要充分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所占 积极发挥宣讲团作用 开展形式多样的宣传宣讲活动 用朴实生动的语言 阐释好党的二十大精神 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 深入基层 深入群众 深入人心 要推进精神文明建设工作 不断拓展文明实践阵地 丰富文明实践内容 开展群众喜闻乐见的活动 满足群众多样化的精神文化需求 要持续抓好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 推动城市环境优化 功能完善 品质提升 让文明创建成果更多更好的汇集人民群众 在汕头冠维水产品供应链产业园 文战兵深入了解疫情下企业生产经营状况 存在问题及相关诉求 他强调 要督促企业和工业园区 落实疫情防控主体责任 科学精准做好防控工作 切实助劳疫情防控屏障 要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 建立健全与疫情防控相适应的发展模式 用心用情帮助企业纾困解难 尽力维护正常生产生活秩序 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随后 温战兵来到跨汕头湾新通道 南北岸登陆点现场 实地查看登陆点规划情况 他强调 要立足长远科学论证 充分考虑整体景观连接走向等因素 尽快完善规划设计方案 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 在满足交通需求的同时 美化提升城市环境 要加快周边土地收处 推动跨汕头湾新通道项目 尽快开工建设 要振奋精神 卯足干净 瞄准全年发展目标任务 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进度 提前谋划储备一批带动力强 牵引力大的好项目 更好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 推动省域副中心城市建设提制赋能 以实干实际推动党的二十大精神 落地见效 市领导黄果 叶贤 林瑞武 蔡荣 参加有关活动 连日来 我市全力统筹调运 及时将医疗物资配送到疫情防控一线 昨天 100万个口罩和5万瓶洗手液等防疫物资 运抵潮南区沉淀镇 这两天 这批物资陆续发到高风险区群众手中 今年上午 在高风险区陈电镇港后村 医务人员上门为村民进行核酸采样 网格工作人员志愿者将口罩 酒精等防疫物资发放到村民手中 我们家里现在口罩也剩了不多了 然后又送来这个口罩 也是给解了我们的人为自己 如今 当地村民的自我防护意识已大大提高 派发防疫物资时 刚好要进行核酸采样 村民林女士开门后 一直提醒家中小孩戴好口罩 村民们表示 做好自我防护 配合各项防控措施 身体力行支持疫情防控工作 丝花生产是沉淀镇的特色产业 工厂生产按下暂停键 工人们的生活得到有效保障 老家四川的仙先生 在丝花工厂工作了二十多年 工方把他和一部分工人 安置在有开伙食的厂区 确保三餐无忧 中午时分 在工厂负责做饭的许女士 开始忙活 不少食材是这几天 派发到村里的物资 送热送菜那些送过来 我们全都收到了 像建峰这些人 我们还是有关注有照顾 现在厂里未必方便管理 基本上都把他们分支在 新厂跟老厂两个厂区 所以他们一日三餐都有保证 而且现在又是停工停厂状态 他们就是逐步出户 不少外来务工人员 都是在这里工作生活了多年 他们风趣地说 停工就当休假了 积极配合疫情防控 大白面啊 那个饮料 那个大面 还有菜 还有那个罐头 还有那个火腿糖 反正在家闲着也是闲着 做点包子来吃 昨天他们送的 也是政府送的肉啊 也有啊 有鸡肉有那个猪肉都有啊 有我们也有 那个物资一天都在给我们送 我们的心情还是挺好的 反正是我们也放心吧 反正是因为那些医副人员 就是这些志愿者 都辛苦了这一次 确实我们做老板 现在也是确实都很感谢你们 连日来 我是双报道 双服务党员干部 进入高风险区之后 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推动各项疫情防疫工作落实 在陈殿镇西口村 市城管局志愿者 就利用云文档进行信息和数据统计 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也为今后防疫工作的开展提供了便利 今天上午 市城管局志愿者 协助医护人员 上门开展核酸检测 与群众沟通了解相关情况 并用手机一一记录下来 了解群众 在最近这段时间 有没有什么生活上的需求 比如说食品 药品 或者是口罩这样的需求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 在线文档的形式 采集 以便后事进一步是解决群众最近所面临的这些问题 11月5号 市城管局志愿者抵达西口村之后 了解到网格内有1400多户 3600多人 其中外来人口超过六成 人员数量较多 且存在住户信息不全等情况 这对信息收集统计是一个考验 李卫松就想到 利用云文档进行登记统计的办法 直接现场录入更节省时间 不用纸质版填写我后 还要回去电子版再录入 最重要就是说 可以实现同步工作 这份云文档录入后 所有小组都可以同时在同一份文档上 在线编辑多端同步 后台实时统计 形成详尽的信息资料 有了云文档的助阵 前方调查信息实时发送到后方同步整理 大大提高了各小组工作效率 这个详细的住户信息清单 为我们的防疫工作 诸如核酸检测 物资精准发放提供真实有效的依据 还有对于群众反馈的需求 也能够及时有效跟进 后续的其他工作 都可以在这份信息资料上延伸 潮南区按照疫情防控工作部署 有序推进各项防控工作 在高风险区陈甸镇湖西村 来自四所医院的医务人员 市值单位双报道 双服务党员干部和志愿者 全力协助当地开展疫情防控工作 住户上门发放生活物资 对于无保护 低保护 孕妇 重病患者等群体 当地村居积极采取措施 及时解决他们的需求 今天 潮南区在陈甸镇 辖山街道开展区域全员核酸检测 各社区充分利用学校 村委会 广场 戏台 礼堂等场所设置检测点 即方便群众 也进一步提高检测效率 学校就是微信上通知我们这些家长 说要带小孩还有全家人都是要做的 很有秩序 希望早日回复嘛 今天各村区通过乡村大喇叭 家长群 乡村群等微信群 通知村民到核酸产样点开展产样工作 对行动不变人员 我们还安排人员上门服务 如何尽快发现感染者 阻断传染源 对疫情防控极其重要 专家表示 除了核酸检测 抗原检测作为新冠病毒补充检测方法 可用于特定人群筛查 也有助于提高早发现能力 但是抗原检测不能代替核酸检测 记者走访市区多家药店发现 部分药店可以买到新冠病毒抗原测试剂盒 居民有自我检测需求的 可通过零售药店网络销售平台等渠道 自行购买抗原检测试剂 相比核酸检测 抗原检测的速度更快 操作更便捷 但准确度较低 市民购买新冠抗原自测盒后 应该如何自测呢 专家指出 自测前需清洗双手 打开包装 仔细查看内容物是否完好无破损 以及产品是否在有效期内 紧接着清除鼻腔分泌物 然后头烧后痒 手持鼻柿子尾部伸进鼻孔 伸出鼻腔大概1.5左右 然后轻轻地旋转四圈 大概就停留15秒 用同一个年签 在另外一个鼻孔同样的操作 采集样本后的鼻柿子 应立即置于采样馆中 柿子头应在采样馆中旋转混云至少30秒 用手隔着采样馆外壁挤压柿子头至少5次 操作完成后 拧下提取管顶部的透明盖 向加样孔中滴入4D样本页 根据说明书 等待一段时间后观察结果即可 专家提醒 抗原检测适用的人群包括 隔离观察人员包括居家隔离观察 密接和次密接 入境隔离观察 风控区和管控区内的人员 有抗原自我检测需求的社区居民 到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就诊 伴有呼吸道发热等症状 且出现症状5天以内的人员 有条件的检测核酸 没有条件的可先检测抗原 需注意的是 抗原检测可作为居家出筛手段 并不能替代核酸检测 最终判断的结果 还是以医疗机构的核酸检测为准 而抗原检测阳性的 不论是否有呼吸道发热等症状 都应当立即向所在村社区报告 阳性人员使用后的采样式子 采样管 检测卡等 需装入密封袋 一并转运至医疗机构 作为医疗废弃物处理 专家同时提醒 疫情防控人人有责 广大市民应从我做起 养成良好卫生习惯 在疫情之间 还要保持四交距离 请洗手 请通风 出门戴好口罩 如果出现不是症状 有发热 有呼吸道的问题 是最近有些出去旅游 刚回来的 在外省进来的 应该及时的报备 为帮助企业 缓解疫情带来的福利影响 我是相关部门 及时贯彻落实 国家助取纾困 社保费政策 今晚播出的功夫查阅节目 将邀请市人社局 和市税务局有关负责人 就社保费环缴相关内容 做详细解读 敬请留意收看 首届汕头人才周近日闭幕 中科院院士 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所 生命有机化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马大为在善参加人才周活动期间 接受荣媒记者专访 马大为对我市举办人才周 和爱财引财聚财的思路举措 给予肯定 认为面对日渐壮大的人才队伍 关键在于如何用好人才 做到知人善用 实现人尽其才 才尽其用 让事业激励人才 让人才成就事业 来过几次汕头 但是每次汕头 政府和当地人对人才的热情 我觉得都让我很感动 我觉得这也是应该是一个 很创业的这种热土 那我想最关键可能要有 比较好的规划 根据这样一个基础和特色 谋划那些产业 然后根据这些产业 再去着迷人才 这我想是可能是一个 比较顺的一条一个方式 古往今来 人才都是富国之本 兴邦大计 马大为强调 人才建设工作 需要落足于人才本身 不落苛旧 善用人才 要让人才的专长 与汕头的产业优势 和发展需要紧密结合 在属于自己的特长领域里 各尽所能 才能真正实现 具天下英才而用之 某些产业有一个一定的 积聚度以后 那肯定很多人 他想创业的话 有可能就到这儿来了 比如像我们这种 化工啊 这种新材料 这个汕头有这样一个基地 那么同时有这样一个 生产的基地 我想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名片 它在这儿扎根以后 就可能会带动 某个产业的发展 那么人才在这里呢 也会带到一个 很开心的成长 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马大为表示 近年来 随着中国创新驱动战略的实施 汕头的科研院所 高校和企业的科研水平 大幅提升 科技人才频频涌现 接下来 要进一步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释放更强的科技创新活力 揭出更多丰硕成果 比如我觉得通过这样一个 省实验室这个平台 就是一个很好 一个机会 因为我们可以把企业 和高校的研究人员 通过这个实验室来 聚集在一块 企业的问题 就可能会变成 这个大院大所里边的 研究的课题 那我相信 这个平台运转 五年十年以后 肯定会帮助当地的企业 包括广东省的企业 解决很多很多 就是在生产中的问题 邵庆敏 是汕头中海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承海中信华府住宅小区一名保洁员 在承海区1028疫情中 他就地转为社区志愿者 参与社区疫情防控工作 在当地居民们对邵庆敏 并不陌生 他时今不昧 诚实守信的事迹 广为传颂 获得过 广东好人 汕头市道德模范 最美物业人等称号 2020年3月3号 邵庆敏在小区清洁卫生时 在垃圾桶周围 意外发现一个纸袋 袋子里装着一大滴现金 邵庆敏第一时间想到的是 施主着急的心情 最后我都送到管理处了 都是辛苦钱嘛 人家都着急得不得了 是人家一要做的 就要还人家 别的为没什么多想 物业管理处的工作人员 轻点发现 袋子里的现金 近有10万元之多 于是 他们马上通过小区公共视频 查找线索 最终将10万元 归还施主林先生 林先生收到 失而复得的现金后 不胜感激 当场从中拿出5000元 筹谢邵庆敏 但邵庆敏 谢绝了林先生的好意 咱不能收人家钱 我就想平平淡淡地 在这里打工 一家人平平安安就好了 中海物业整个楼市 号召所有的人工 向我们邵庆敏大哉 学习他这种 实际不畏的精神 除了做好本职工作 邵庆敏还积极参与 疫情防控 2020年疫情期间 他放弃春节假期 连续在港41天 积极协助小区 开展环境消杀等工作 常常忙到深夜 他十分珍惜好人荣誉 脚踏实地 勤恳工作 在工作岗位上 多做举手之劳的好事 在近期 城海区的疫情防控中 邵庆敏就地转为 社区志愿者 协助开展 信息登记 核酸采样检测等工作 主动承担起小区 里里外外的防疫消杀任务 认真守护业主 守护家园 因此 他也被业主们 称为防疫达人 每家每户都天天消毒 只想努力地去做战胜病毒 大家都能平平安安的 好观众朋友 今天的汕头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 请您关注汕头新闻 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 感谢收看 再见 欢迎订阅